因萊豬開放進口 一張豬肉的加工業者是嚴鎮以待 台北市長柯文哲 是在今天視察迪化街的百年肉鬆店 對於開放萊豬 柯文哲說是 誰執政誰就贊成 誰在野 誰就反對 台北市議會是在國民黨 聯合了新黨和民眾黨的表決之下 通過提出萊豬釋憲申請案 柯文哲到迪化街店家大蛋肉肝 視察豬肉加工品標示狀況 店家掛保證 肉鬆肉肝通通出自國產溫體豬 只要用手機掃描QR Code 肉品來源出自哪家屠宰場屠宰日期 標示清清楚楚 業者表示目前上游廠商供貨穩定 供應鏈透明 只要提供屠宰證明 標示清楚 就不怕流失客人 而視察店家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對萊豬議題再次重批民進黨 北部肉松老店維持原價 不過南部霸丸店則開始涵漲 原本三顆六十元漲了十塊錢 讓外界質疑霸丸也受到萊豬衝擊 業者喊冤 漲價是因為電租原料上漲 跟萊豬無關 至於萊豬地方食安自治條例 抵觸中央 臺北市議會國民黨團 完成視線提案 六號臺北市議會國民黨聯合新黨 民眾黨強勢表決 禁服惡毒過關 臺北市議會成為全臺首例 通過提出來豬市現申請案 記者 陳出名 陳新隆 溫正恆 臺北台南報導 香港導臺北市議會 德南空